现在这个中共对我们维吾尔人所进行的灭绝种族式的这种政策呢 首先我们可以从它的这个采取这个DNA 它采取这个DNA 我们首先要想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人的这个器官 器官这个买卖的这个国家 我们维吾尔人现在它是提取这个DNA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DNA它已经全部采取 然后它现在做什么 它现在做的是把男性公民都赶到这个集中营里 没有任何理由 然后 现在我们有很多维吾尔的这个共产党干部 他们现在要换自己的姓名 以汉语变成汉语的姓名 也就是说曾经存在的这个人 以后它变成了什么 外界就无法知道 所以说这些人以后可以说 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 所以说灭这个民族 反而还要用他们的器官 要这个发财 用他们的自己的油炒自己的肉 仅仅这是表面向的一种看法 还有一点 我们也在研究 他们为什么要采取这么多的DNA 他们也有可能 我在这个医学方面不是懂得很多 但是他们是不是在从维吾尔人的DNA中 找到一个一致性 来破坏这个民族的一个一贯性 然后让这个民族以很快的速度 从这个地球上消灭 让它成为一个历史 这次中共十九大 习近平他实现了自己终身 当皇帝的一个梦 现在中国人民好像觉得 习近平为了中华民族 也就是汉民族 在做多大的贡献 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 以把维吾尔人 作为一个实验田的基础上 在维吾尔地区成功的一些势力 现在在中国全土 他们正在实行 比方说这个AI这种技术 他们首先在维吾尔地区推广 实验 现在中国全土都是AI的被害者 但是中国人 汉族人他没有感觉到这个东西 还有一点 习近平做皇帝 他的梦是很大的 他可能要超越 他想要超越陈基斯汉 要超越罗马帝国 所以这种危险性 不仅仅存在于 存在于中国周边的国家 也存在于全世界 所以反对打垮中共 让习近平政权崩溃 这是为了世界的安全和和平 所以我今天特意来参加台联的 今天的这个反中帝出厄习 这个聚会非常高兴 感谢观看